你以为毛肚只可一趟火锅吗 其实像我这样凉拌也非常的好吃 Hello大家好 我是陈小翠 毛肚买回来 我们把它切成小条 加清水 清漂一下 漂水里面的煎味 煮毛肚开水下锅 煮个7到8秒就捞起来 放到凉开水里面 这样给它挤一下 口感更好 接下来我们来切一些配料 黄瓜色 枝姜色 小米椒切碎 打蒜拍破 把它剁成蒜末 再加一些葱花 用热油激发出它的香味 接下来我们加入青花椒酱 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两盘椒 清爽好吃 我们这样来打扫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把它抓拌均匀就可以了 清爽好吃 不用力 特别适合这个夏天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收藏起来 试一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